布林肯裡面有一段話 你故意漏掉 就是說他們指責 北京跟莫斯科企圖從學 或推翻多邊體系的資助 就是這一段 對 其實中國是一直主張多邊體系 因為中國反對單邊體系 而且更反對單邊一個國家 用長臂管轄去制裁任何一個 跟他意見不一樣的國家 中國更反對美國 用一個小圈圈 也就是G7這七個國家 再把它擴大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圈圈 就是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這樣的一個兩個體系 然後要支配全世界 中國大陸反對這樣 中國大陸認為這樣子做 對整個世界發展中的國家 新興的國家是不公平的 但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由於美國非常的強大 那前蘇聯強大了 撐沒多久就崩解了 因此從冷戰結束以後 美國整個世界體系 那麼進入了一超多強 其實就是一級體系 也就是美國這一級 支配了整個世界 他想打哪一個國家 就打哪一個國家 他想打阿富汗就打阿富汗 想打伊拉克就打伊拉克 想打利比亞 想打敘利亞 他打騙任何一個跟他不一樣意見的 或者是他認為他的利益 不能得到滿足的 例如說當伊拉克說 我的石油不跟你分享 我要跟德國 法國 俄國 中國分享 美國人沒辦法接受 他就去打伊拉克 同樣的道理 利比亞也是發生 同樣的情況 類似的事情 對 那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 美國不斷的重組一些不同的利益 的集團 然後去侵略全世界 中國大陸現在是率先站起來 向美國人說不 所以大部分的新興國家 都追隨在中國大陸的旁邊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能只是說不 你要有實力 所以大陸目前來建構的 就是透過一帶一路 把四大洲串連起來 歐亞 非 拉 整個都串連起來 這一串連起來的時候 當然他不是一日圍攻 他是要久久圍攻 也就是說他要花一段時間 一直建構 一直建構 眼看著十年過去了 這個一帶一路越來越成熟 對 美國越來越擔心了 過去兩大洋 太平洋跟大西洋 是美國的安全屏障 過去美國透過他的強大的海軍 跟空軍支配了兩大洋 使他的貿易走向全世界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美國反被包圍了 這個就是一個中國式的圍棋 就是你以前包圍全世界 現在是中國拉起全世界 把美國孤立了 所以美國現在布林肯他的焦慮 他的害怕 他的擔憂 就是美國越來越孤立 美國就像地球上的一個孤島 如果中國的一帶一路完成的話 美國就是世界的一個大的孤島 這個大的孤島 將會使他沒有辦法 像過去一樣稱霸全世界 而中國要打造的 就是一個多級的體系 來終結單級美國一級體系 支配世界的局面 布林肯在美國國內的講話 剛好跟現實是完全相反 當然會很期待 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就兩年過去了 我想在兩年前的25號那一天 之前的時候 因為那是已經是最後的 就是加拿大的司法的最後的日子 如果再不釋放孟晚舟的話 那就一定會被引渡到美國去 中國已經下了最後的通牒 如果孟晚舟沒有在這個之前釋放的話 那中國一定會採取最激烈的手段 我估計我那時候的 我記得我在節目中我有估計 至少有三四百人 美國在中國大陸的間諜 絕對會被逮捕 那個時候名冊大概都已經 就是說他的那些人的活動 其實大概都掌握了 要抓就狠狠地抓 美國也清楚知道 這是一個最後的一個通牒 而且這次真的是國家最高層 兩位直接已經拍板了 就是你試看看 那當然美國這個國家 他一般來講 毛澤東把他說得很好 他就是一個子老虎 所以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突然間宣布說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有問題 所以美國這邊不起訴 加拿大馬上就趕快放人了 中國的專機過去了 把人一整個專機過去 把人接回來 這一接回來 各位想想 這樣子時間就過了兩年 我們都知道 美國打壓華為是政治力 然後去在一個過境的機場中 去非法的把孟晚舟女士 進行逮捕 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這是直接的破壞人權 直接的打壓一個國家的公司 民營企業的一個最狠的手段 簡直是惡劣到極點 那兩年過去了 中國華為 我覺得他們這次的標題很好 三合同心 三合同心 就整個國家大家團結一致 大家的心想在一起 感情在一起 具力創新 新生 這個就是一個華為的奮起之戰 所以我個人覺得選擇這一天 選得非常好 而且本來對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 本來就應該要用這個方法 當初雷蒙多到中國來之前放狠話 結果華為就在你中國的期間發布 就是第一款 其實沒有發布了 直接開賣 直接開賣的時候你想想看 就狠狠地打你雷蒙多一個耳光 現在就選擇在這一天 打你加拿大 打你美國一個耳光 看你怎麼樣 這個很科學 因為你的電子波的輻射放射量多少 那儀器一測就出來多少 那如果說對於這個儀器不信任 可以用多種國際間的 比較被接受的儀器 來做科學上的檢測 那本來歐洲的各種安全的標準 本來就比較高 不管是食品安全 不管是家電用品 甚至玩具 甚至連文具的安全標準 它都是比較高的 因為歐洲一向對於安全這個部分 我們講不是國家安全 是我們的民生身體 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或是安全上的 它的標準本來就比較高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它同意 這個日本的福島的食品 可以引進歐洲 但是它要求 你必須要公佈你的輻射的 這個檢測標準 你的放射性的各種元素都要檢測 那這樣的話日本就很難賣了 因為賣不出去 因為你的食品上面都要標 而那個成本就很高 對 同樣的道理 它有對iPhone12做檢測 檢測的結果認為超標 超過這個歐洲的標準 那超過歐洲標準 所以法國這邊 就開始提出這個訴訟了 那現在目前荷蘭也跟上來了 荷蘭的檢測也發現超標 他們要你iPhone做解釋 因為電磁波輻射iPhone12 它會影響腦病變 這個在科學上已經被證明 它容易引起這個腦癌 引起癌症 然後它會對於這個 我們的人腦這個部分裡面 那麼都會構成傷害 那可能它就要等著吃官司了 因為可能就會一個接著一個 開始對它提告 那它有那麼多的錢可以去負擔 到時候可能的賠償嗎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現在是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話 他們就會上升到歐盟這個層次 也就是說馮德萊恩就要處理了 可是馮德萊恩是高度親美的 所以如果對於中國大陸有害的 它很快的就會通過 可是對於美國有害的 它可能就會百般的幫美國人解釋 拖延戰術 拖延就想辦法拖 反正你到最後iPhone12就不再出來了 那就iPhone15出來 那就解決這問題 可是問題是現在法國咬的不放 就是說你要賠償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不只禁止 以後可能要賠償 那法國以前要iPhone賠都是天價 現在看iPhone怎麼去對抗法國 或者是對抗整個歐洲國家 不過iPhone的財力也是十分凶厚 過去賠了上百億美元 也對iPhone來講 也沒有構成重大的傷害 它的股價跌個6點多 就1200億了 iPhone很有錢 不用擔心 這些德國的大車廠 他們有一個理由 他說因為時間尬得很緊 二方面成本效益 他們要考量 三方面資金有點緊缺 所以我們就缺席吧 各位去參展車展 對於一個汽車商來說 美國要多少錢 那也不算錢 美國去年還記得那個畫面嗎 拜登總統可是在Detroit的車展 大力的宣揚他們的電動車 結果呢 這是什麼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 不是有那一句話嗎 你看2022是這樣 王小二過年 王小二過年 現在是拜小二過年 對啊 怎麼差這麼多 他有一個很基本的道理 你看在中國大陸這一次 參展的車 至少有50家到70家之間 那這麼的大 佔整個車展 大概將近快一半 它不只是整車的展示 各種類型的車的展示 中高低端的展示 它還包括了電池的展示 包括車子智能的展示 包括各種各樣服務的展示 那這樣的話當然吸引了 全世界的這些車商 全部都到現場去看 去了解去下訂單去採購 那這個本身就是彼此之間的合作 可是美國對中國電動車 怎麼打壓 怎麼打 打壓到中國電動車 根本不會去美國賣 也不想去賣 連電池也都不想賣了 連寧德要跟福特合作都被打壓 那乾脆都不去了 那當中國不去的時候 坦白說 有哪一個國家會想去 尤其是電動車是未來的 歐洲規定12年以後 不能夠再生產內燃機 就氣燃機的車子 各位我們的一輛車 一般來講開至少10年到20年 那你車子12年以後 就不能夠再有氣燃車的話 那你現在買車 你要買電動車 還是要買氣燃車 我們這當然糾結 我們當然優先 開始考慮電動車 那這種情形下 請問對美國人來講 它電動車又不行 它最好的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又在中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